10萬訂閱 給你真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民當家 我是萬倫 我是劉 真的是真AI無雙 今天大盤在震盪 但是我們的稱呼是領先大盤翻紅 Tether掃獲揮達AI的晶片 AI伺服器的商機 哇如日中天 但是呢 在賣壓中誰能挺住 最後可以成為AI中的真正的霸主呢 另外有時深入產業青榜上市櫃公司 給大家最專業的法人觀點 下班時間可以撥打02-725-1500 或者是下班時間呢 今天我們影片下方的表單連結 回到我們台股 哇今天大震倒 老師 接下來我們又要怎麼來觀察呢 好的 那今天台北股市下跌85點 是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AI 今天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下跌嘛 對 市場都在擔心 拜登的禁令 砍向揮達 不能出貨中東了 對 那到底對於台灣的AI股影響為何呢 再來是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股市明明四大指數都漲啊 是 那他們看這個未來的經濟狀況也不錯 認為說接下來升息的機率 看起來是比較低了嘛 怎麼沒有激勵台股呢 那照理來講我們應該要 慶賀才對嘛 是 那怎麼會這樣子往下走跌呢 好那當然我們先看一下大盤 大盤間諜85點 開這個平盤附近就一路往下走低了嘛 那中廠收盤是收在一個相對低的位置 成交量也放大了 來到3474億 好啦 今天是8月的31號 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了嘛 明天9月了 很快就來到9月嘛 那投信的季底作詐 就是看9月底整個績效來做結算嘛 所以投信在接下來9月份的操作就相當的重要 那我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我說這個8月份投信買什麼 對不對 有 投信買的這些股票大家就要特別的留意嘛 肯定要在9月之前就開始佈局啦 好 那婉倫 你來看一下拜登他說什麼 啊 這個block sale of NVIDIA AI trips 哇 他這個要砍回答了嗎 沒有 他這這句話 他說什麼 他就是阻擋 回答的AI晶片 消亡我們的中東啊 Middle East的嘛 對 Over China fears 什麼意思 哎 又中國又中東 他害怕這個美 害怕中國 但是這個又害怕這個中東是怎麼回事呢 兩個都怕 其實 拜登他害怕的是中國 而不是中東 但是因為中國的關係 他又去封鎖中東了 因為中共可能會偷賣給中國 因為中國跟中東的關係非常良好嘛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中東跟中國到底有什麼關係 再來是要跟大家分享 禁售令對揮答本身有什麼影響 再來是禁售令對於台灣的AI有影響嗎 首先我們看到跟中國有什麼關係呢 中東包含我們講沙烏地阿拉伯 或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我們都叫做中東 是 他們現在也開始搶了好幾千片的NVIDIA晶片 目的就是為了加入全球的AI競賽嘛 那當然全世界都搶又不只有他們搶 包含像英國也搶法國也搶啊 那這個美國的公司根本不用講嘛 大家都想要嘛 那中國也想要啊 可是中國他早就已經名列美國的封鎖名單了 所以最高階的像這個H100 A100根本就完全不能賣給中國嘛 A100也不行啊 好 但是習近平他就想了一個新的招數 哇 他去年訪問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哇 那跟沙烏地阿拉伯簽署一個數位經濟領域的合作協議嘛 形成一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那怎麼樣子哪方面的領域呢 包含像AI高速運算量子電腦 這個是下一個世代非常厲害的量子電腦 已經往未來做佈局了 而且去年 那AI你跟沙烏地阿拉伯簽署合作 但沙烏地阿拉伯他可以買到這個高階的晶片啊 對啊 可以跟美國買 所以為什麼拜登他想要從這裡把中國的路給切斷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跟中國關係是密切的 是好的 那當然美國跟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 其實本來就沒有非常好 他就是一個若即若離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 大家了解到這個中東跟中國關係之後 那我們要了解到這個禁令 對輝達到底有什麼影響 對NVIDIA有沒有影響 那NVIDIA他本來A100 H100這種高階的最top的 其實本來就已經是供不應求 搶翻天了 你知道嗎 完全賣不夠 排隊 好 那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NVIDIA 他第二季的業績135億裡面 中美台以外 只有占13.9% 那這個13.9%到底有多少的比例是來自於中東地區呢 當然我們自己的研判 我們認為中東的比例是相當低 而且中東的訂單包含他有一些一部分 可能是2024甚至於2025才開始慢慢的建構 好那現在有搶到的可能是少部分 所以這個比例目前是很低的 但是輝達的公司他自己有出來講 他說對於他們目前的業績不會造成這個實質性的影響 好所以很明顯嘛 輝達自己都出來澄清了 他自己都出來講不會有影響 那你看哦 為什麼說他供不應求搶翻了 包含一下你看特斯拉 特斯拉就搶翻了你知道嗎 好包含像他接下來還有很大的這個自駕車的運用嘛 是 這個運用範圍非常非常廣 Google也在搶 微軟也在搶嘛 好Meta也在搶很多啦 那你看這個NVIDIA 他股價受到影響嘛 沒有 沒有啊 他前不久才因為他的第二季的財報表現非常亮眼 創歷史高來到502.66 那最近他又再度創下這個收盤 以收盤價來看 他是已經創歷史高了 前面502.66是曾經有看到這個新高 但是如果以收盤價來看 昨天前天都是創歷史高 收盤價的歷史高 所以這麼一件事情 那禁止把貨賣給中國 或是把貨賣給沙迪阿拉伯 對於這個NVIDIA來講 其實影響的程度是不大的 因為公佈應酬 不是因為現在太多人要搶你知道嗎 太多人搶了啦 賣不到那邊去 那對於台灣有沒有影響呢 其實對於台灣而言 當然會有影響啦 那之前不是很多公司 他說哇這個他手上有很多訂單 是來自於中東 哇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6669的圍影嘛 是 就今天開盤直接點贏碩 好就GG了嘛 難怪他之前一直說 他跟這個 中東的訂單是有連結的 不其然 這個訂單在他2024啊 2025啊 會有多好多好 貢獻多好 那當然要砍先是砍誰 真是先砍他嘛 砍中東吧 難怪最近他的股價表現是比較弱勢的 好從2000多這樣一路滾下來 好 但是他跌停有鎖住嗎 其實沒有哦 他跌停一下子而已就打開了 好中場收盤還是跌啦 跌8.2% 那另外一檔就是3017的奇鴻 奇鴻他也是有受到影響嘛 所以他開盤他就直接很快的 就直接跌超過5% 可是盤中人家翻紅耶 很快就翻紅 因為當時大家也說這個奇鴻 跟中東的這個沙特阿拉伯 關於這個AI伺服器的水冷散熱 是有這個連結是比較深的 好 可是人家收盤這小跌0.29% 很強耶 不到0.3嘛 所以算是還蠻強的 那組裝廠當然也會有受到影響啊 如果這個禁制令是有影響的話 那當然這個題材面的衝擊啊 照理來講這個組裝廠業績應該會受到衝擊 可是你看組裝廠都翻紅耶 偽創今天雖然開低 可是收盤是漲4.5%耶 音業達也漲3.3% 廣達也漲2% 老師為什麼 那代表市場不認為它有影響啊 而且輝達自己也出來說沒有影響嘛 好 那當然中東的這個訂單 我想它主要大部分的訂單 可能是在2025年 2024甚至於2025 才會有比較大的出貨 如果真的有出貨的話 好 那到後面 搞不好它用的可能是這個改良版 比較降版本的低階的這個晶片 還是有可能 那再來是其實這個禁制令 它也不是說完全禁止 它的意思是說 你要經過審核 要有許可證你才可以銷售 有許可證就可以銷售啊 那話還沒有說死嘛 好所以我想後續這個先把這個 中國還有沙烏地阿拉伯以外的訂單 全部都這個賺起來之後 你再來考慮再來想這個中國跟沙烏地阿拉伯 那些降版本的這些訂單 再來都來得及 好那當然我們看到偽創 其實偽創 翻紅的 我是不喜歡買偽創 因為我的邏輯是這個組裝廠 你看組裝廠一大堆 那全部都在搶同一塊的這個 AI Server的訂單 反正就只是把這個材料 全部買過來組裝成電腦而已嘛 就跟我們現在在賣 這個一般的交通電腦是一樣的嘛 就是你可以買機殼啊 買那個GPU嘛 然後買這個CPU 然後買很多的匯圖卡啊 什麼什麼PCB版主機版 全部都買一買之後 然後硬碟買一買之後 把它組裝成一台電腦 這沒有什麼困難的嘛 是好那所以它的毛利率 才會相對比較低嘛 所以這樣子的公司 基本上競爭者是很多的 那可是你看哦 他這一次回來有沒有 是回到這個季線的位置 對好 然後也回到布林軌道的這個下緣 那你看成交量今天放量 好其實這個位置啊 平心而論啊 雖然我不買它 但平心而論 來到這個地方 是一個蠻重要的支撐 也是一個不錯的買點 那如果 因為我知道蠻多時候 這邊有的是喜歡偽創的股票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買進 可能錢沒有賺了 對如果你在這個地方買進 我認為是好買點 那停損你就設這個地方 比如說往下 你設個5%的位置 其實就是一個不錯的一個策略 好那當然我們看好的股票是誰 窗戶 因為我剛有提到嘛 你這一些組裝的訂單 對不對大家在搶嘛 可是你怎麼搶到最後面 你到最後都要買什麼滑軌嘛 倒軌然後放在這個伺服器的 這個AI server裡面嘛 那基本上啊 它市占率超過5成以上 它具有寡讚的地位 你不管哪一家搶到 到最後這個訂單 1489都有窗戶的這個份額在嘛 所以我想它才是這個市場上真正的 AI純度高的公司 萬中水 好所以你看到它的股價走勢 其實相對強勢哦 你看成交量其實也沒有出現爆量 也沒有出現失控的一個現象 而且呢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股價大概都維持在這個月線之上 那距離季線的位置也都蠻遠的 只要一根長紅黑棒上去 像這個是還原全息的圖嘛 它已經填權了 已經填息了 因為息是20塊嘛 是 829出息嘛 昨天就已經填了嘛 對 那9月28號你就可以領到 這個2萬塊的股息嘛 哇 領到錢之後可不可以再拿來買 沒問題啊 是吧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後續法人的動作啊 其實會影響它的一個股價走勢 那目前看起來都是多頭的格局 沒有任何的改變 而且它也不受到今天這個 拜登對於中東出貨這個禁令的影響 對 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這個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這個股票 好 這個窗戶的部分啊 當然今天是領先大盤啦 你有沒有發現 大盤今天是跌嘛對不對 很多人都說AI股沒救啦 對 但窗戶它今天怎麼樣 領先大盤反紅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當然相關還有很多利多的訊息啦 包含像這個聯電啊 日月光啊 有集單嘛 要漲價 為什麼 因為AI巨頭都在搶產能嘛 那包含像這個輝達 還有很多新的產品 新的這個 AI Server要這個 上這個上架嘛 所以包含像最新的這個L40S嘛 好 那包含我們接下來 除了AI伺服器以外 有哪些股票可以佈局 我們的阿凡達 其實5月16號 我就跟大家講過了 那上半年我們可以看到 泰茂 茂順 有沒有 我們已經收工了嘛 四季剛 先進光 我們來續報嘛 是 窗戶現在還抱著嘛 好 那阿凡達這張股票 從5月16號佈局至今 今天它的股價已經創今年的新高 而且公司的毛利率平均都有25% 第二季虧轉銀 那公司決意增值 準備要定價嘛 限徵嘛 準備要定價 那外資持續不斷的在掃股票 在買進 股價整理的兩年多 底部剛剛起漲 而且它是一檔轉機股啊 價格是比較低的 人人買得起 老頭三也買得起 重點是它有 這個標股的基因啊 好 所以我想投資朋友 可以特別留意 這樣子的股票呢 如果你錯過上半年 你還在懷疑 還在猶豫的話 我想9月份開始 還有接下來第四季的行情 都要好好的把握 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 做一個參考 謝謝六來學的分享 也記得把握第四季的大行情 回到我們的股民當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賺到錢 還有掌握標股的基因 股民當家 我們下回再會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哦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也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到實地的方產業 並在收看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